第2224集 陈兴啊 我现在就算是向你示弱 你会放着我吗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这种人时候一定会杀了我的 周明沉默了片刻 他冷笑了一声 嗯 不错 对我挺了解的呀 陈兴哈哈大笑 可是你想过你做的事情会造成什么后果吗 我当然想过后果 理工可以 去拿着天壶拍素风子的马屁也可以 但是你们伤疾无辜 就是触动了我的底线了 你的底线 陈兴走到了周明的身边 冷笑道 你有什么底线 哼 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家伙罢了 你的那点威莫的实力能干什么 洪荒是什么存在 你应该知道 能进入洪荒的人 哪个人的血脉不是十分强横的 你有什么 你现在都没有弄明白 你的血脉到底是属于哪一种 你这种人也有底线 可不管怎么说 今天的事情我已经这么做了 你说吧 你想怎么样 周明一咬牙 反正事情已经败露 所以他们吧 我能怎么样 我现在告诉你 我能怎么样 陈兴冷笑了一声 他突然一拳击向了周明的胸口 哄一声 周明闷哼了一声 他被陈兴这一拳给击飞出去 他的胸口瘪下去 筋骨尽断 眼见是不能活了 这就是你不听话的下场 陈兴冷笑一声 他转过身 扫了一眼自己的组员 警告你们一次 以后做人做事 务必要小心 不听话就是他的下场 明白了吗 明白 几个人齐齐点头 去看看那家伙死了没有 没死的话再补上一拳 他说你放心吧 不用看了 你觉醒的血脉是远古血脉 这一拳下去 绝对不会有人能活着的 再说来那小子才几斤几两 我还不知道吗 他就是一个垃圾 觉醒的血脉斑驳不纯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到底算是什么玩意儿 你是个好人 虽然被困着 但是六位还是能说话的 他有些惋惜地看着 躺在地上的周明 他喃喃地说 为什么这个世界 总是坏人横行呢 小狐狸 你知道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吗 陈兴呵呵一笑 他转过身盯着六位 你们就是坏人 他是好人 这有什么难分辨的吗 错 他其实跟我们一样 也是坏人 只不过他没有我们那么坏罢了 这世道恶人才能生存下去 这是唯一不变的道理 你懂吗 不 他不是坏人 他只是没有办法 才和你们混到一起罢了 而且我也相信 这个世界上 好人才会得以善终 你们这些人 永远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事实上 我们拿着你去领赏 肃风会极其看容我们的 而他 因为他的一念之人就要死了 什么是善恶 这就是 我找的人姓业 他 他是中医 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你找到他 他会救你的 六位叹了一口气 他对周明说 周明扶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也不知道他听到六位的话没有 你永远都不知道 觉醒的血脉有多厉害 小狐狸 你放弃吧 他就要死了 走 回去 陈兴一挥手 几个人带着六位离开 周明还是扶在地上 他的手指微微地动了动 凉久他才抬起头 努力地爬了起来 他受的伤很重 但是小狐狸的话 他却听到了 他要找的人 姓业 是中医 不知道 你所说的姓业的中医 是不是 我所知道的那个人 如果是他 我或许还有一些生计 在地上休息了便可 周明咬咬牙 他努力地站起来 然后转身 离开了这里 刚刚出关的宿风 现在正在发火呢 儿子被叶浩轩给绑走 老婆去要人 没有结果不说 还被叶浩轩跟陈若曦两人 联手打得受了伤了 他好歹也是洪荒布里面 鼎鼎大名的宿风 有人号称是疯子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侮辱 他正要拍桌子瞪眼睛的 要去龙隐报仇呢 可是 陈欣带回来的小狐狸 让他的火气 稍稍地消减了一些 这可是天火啊 已经有数百年 没有现世的天狐一族 居然就现世了 陈欣 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这小东西 宿风围着小狐狸 转了一圈 是这样的 大人 陈欣就把自己今天的经历说了一遍 哈哈哈哈 好 先把他关起来 记着锁了六尾 否则的话他会跑的 是 陈欣点头 他招手让人把六尾带下去 洪荒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 你做得不错 你的实力也不错 至少能晋升天王 宿风呵呵地笑道 谢谢大人 我一定不辜负大人的期望 天狐 这个世界上 已经有数百年 没有过天狐的踪迹了 等我把儿子要回来以后 再去好好地处理这小狐狸 大人 是打算怎么办 陈欣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哈哈哈哈 我能怎么办 无担 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今天能找到一只天狐 真的是运气 苏大人 是有其他的想法吧 你小子懂得还挺多的嘛 没错 我是还有其他的想法 不知道大人有什么想法 小人愿意 为大人笑圈马之劳 陈欣一拱手 现在这个机会 是他紧紧地抱住这尊大神的机会 他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地放过 这天狐 是从自己家族里面跑出来的吧 那是当然 那就是了 天狐已经很久没有现实了 我相信他们的家族 一定是找了一个地方蔽市去了 如果能问出来他的老巢所在之地 然后一网打尽 那么我们将会得到很多的护担 到时候 大人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佩服佩服 我之前就没有想到这个 陈欣微微地一愣 他马屁如潮地吹了起来 陈欣 这次你是立了大功了 等我大计达成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大人 我也一定不负大人所期望 沉心大喜 他一拱手 龙隐的心志 天宫的后人 建造的速度那不是一般的快 叶浩轩在建造现场 看不到石宫的工人 除了几个天宫家族的人在场之外 基本上是空无一物 工程进展得很快 而且施工的 都是一些 叶浩轩从来没有见过的小东西 这些东西 是工奴 天宫家族早在几千年前 建皇陵挖洞天福地 全是靠的这些工奴 这些小东西个头很小 生有六只 但是行动十分迅速 他们六只在工地上 几乎是发挥到了极致 巨砍图 运 应有尽有 叶浩轩在现场 只看到了来来往往行动迅速的工料 那些小东西很勤快 速度也很快 楼拧的心志 虽然从计划到建造 还不到半年 但是大体框架已经形成 相信再过两个月 工程就会进入收尾阶段 叶先生 对于这些工程的进度 还算是满意吧 说话的是端木云 天宫家族 现任的组长 接到了这个工程以后 他本人也不敢怠慢 亲自上阵独造 力求做到完美极致 这工程由端木先生亲自独造 质量绝对不会差的 而且进度也很快 在这里先谢谢先生了 以后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地方 尽管开口吩咐 我保证一定尽力而为 叶先生客气了 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麻烦先生 还望先生不要烦就是了 端木云笑道 他话里有话的说 没问题 天宫家族果然是非同凡响 建造速度一流 工艺也一流 我们就是吃这一碗饭的 我亲自都镇 要是出现什么问题 那我家里的祖宗 恐怕都不会放过我的 端木云哈哈大笑 端木先生 这些工奴倒是挺有意思的 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训养出来的 他们又是属于哪个种族 这些工奴 其实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有着极强的寿命 但是唯一的一点不足的是 繁衍太慢 据说是来自幽冥地府 是属于阴魔的一种 但是生性勤劳 我祖上在远古的时候偶然发现 便带回来训养了一些 幽冥金魔 居然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挺神奇的 叶浩轩有些好奇 要知道这些低阶的魔物 一般来说都是怕阳光的 但是现在他们居然能堂而皇之的 在阳光下生活 这由不得叶浩轩不好奇 这是因为他们的适应能力强 所以才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他们可是宝贝啊 一般来说 我都不敢全出 如果不是龙影工程赶得及 我也不敢轻易让他们出现的 因为他们的数量太少了 虽然快 但是少一个就少一个 谁也不能保证会出现什么意外啊 或许 那天还可以从明府那里弄出来呢 叶浩轩若有所思地说 叶先生别开玩笑了 现在的这个世界 天上地下都被逼死了 明府那个地方 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去就去的 端木云笑道 他不知道啊 叶浩轩可是去过那个地方 而且也去过九幽荒野 这种东西虽然叶浩轩没有见过 但是他觉得数量一定不少 哈哈哈哈 那这里的事情就拜托端木先生了 事成之后必定会有重心 叶先生说笑了 我们大家都是相互的帮助的 好 如果没事 我就先走了 端木先生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尽管开口 一定 一定 刚刚离开龙尹的工地 沈主便匆匆地赶了过来 出什么事情了 这么慌张 叶浩轩看了沈主一眼 老板 有人找你 什么人 洪荒布的人 叫周明 现在重伤 说是被他的同僚打伤的 这简直就是杀人灭口的打法 具体什么情况 叶浩轩听得一头雾水 他说他有重要的事情向你说 不告诉任何人 沈主有些无奈地说 行 带我去见见他吧 叶浩轩想了想 他点点头 虽然不知道这个周明是什么来历 但是既然对方说 有事情找自己 那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这家伙是从洪荒布来的 现在龙尹和洪荒的关系 本来就正紧张着 叶浩轩觉得有必要去看看 叶浩轩赶到的时候 周明已经在气若游死了 他抬头看了叶浩轩一眼 手无力地垂下去 伤这么重 叶浩轩皱了一下眉头 刚才沈主说的这是杀人灭口 他还没有在意 但是当他真的看到周明的时候 他才明白 沈主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真的是杀人灭口 而且周明中的这一拳 是蕴含了某种血脉的力量 如果是普通人早就致命 而且这周明貌似也不是普通人 他也是拥有远古血脉的存在 只是他的血脉 斑驳不纯 叶浩轩弄不清楚 他是属于哪种血脉的传承 他也是宜免的 他也是宜免费的 他也有远古血脉的异园 他也有远古血脉的量 他也有远古血脉的 他也有远古血脉的